大家好 最近两天海地发生了新的变化 海地发生了内战 海地是在这个方向 是在美国 福利达的南部在普巴附近 海地的内战实际上 首都泰斯港的80%领土 已经被叛军控制 当地的黑帮 最奇怪的是海地总理 他长期不在海地当地生活 该国总理长期是在海外 甚至长期驻扎在美国 这个画面是当地的监狱 4000名犯人逃出监狱 监狱里关押的包括 哥伦比亚的工兵 哥伦比亚工兵是刺杀海地的高官 结果被逮捕 那这些顾问兵全部逃跑了 所以通过这个海地国内的骚乱 这些哥伦比亚人离开了海地 海地总理为什么他不回到海地 大家看这个画面知道 这是太子港 你看这个情况 你就知道海地总理为什么不愿意回到国内 也为什么海地现在发生军事政变 非常简单逻辑 你是总理的话 你愿意在这个方向长期生活吗 你也可以看到 为什么当地的民众 其实对这个总理并不支持 另外为什么黑帮能够控制海地 那现在呢 控制局势的犯罪分子头目呢 叫吉米 他呢已经控制80%的海地的太子港的领土 那这个吉米呢 他呢是当地的一个黑帮啊 黑帮头目 叫吉米 查理切尔啊 绰号叫烧烤 昨天呢 他又开始攻击啊 海地当地的法院啊 政府大楼 那21年呢 暗杀总统莫伊兹的哥伦比亚工兵 已经逃跑 很有可能是 美国方面啊 利用这一次海地的骚乱 那么在监狱啊 释放了4000名囚犯 那么最后呢 这个哥伦比亚工兵 最后也都离开了 美国现在对海地的这个政变 美国方面的准备派兵 派出这个 南方司令部 派出顾文兵首先 美国呢 现在他在国务院啊 已经向海地方面派出了陆战队 其中呢 有一部分是以顾文兵形势 美国在海地的这个大使馆 已经进驻了这个海军陆战队 另外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实际上已经控制海地的一些港口 以帮助美国的侨民 还有美军 美国使馆人员从这个港口撤离 现在美国方面呢 已经暗示啊 海地的总理可以举行新的大选 这个海地总理呢 实际上呢 长期不回到海地啊 所以最后导致海地国内局势出现变化 那美国暗示呢 这个亨利啊 现在这个海地总理亨利 可以先举行大选 但是一旦举行大选 亨利很有可能会败选 所以现在来看海地的新的总理 是不会放弃和海地的一些犯罪头目 发生内战 很有可能海地未来会走向内战 这是大概的事件 举行大选 实际上对现在这个总理不利 那么海地这个事情发生前的两周 鲍里斯·约翰逊访问了委内拉 英国的媒体报道 约翰逊秘密的飞往委内拉会见了马杜罗 这次秘密访问发生在2月份 约翰逊坐私人飞机 从度假的多美尼加共和国飞往委内拉 停留不到一天 约翰逊与马杜罗讨论了乌克兰冲突 西方担心委内拉可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和军事援助 他们还讨论了与英国关系正常化的条款 那么英国不承认马杜罗政府的合法性 现在来看西方正在拉拢委内拉 大家知道委内拉拥有实际上最多的石油储量 而且是普京的坚定支持者 约翰逊的办公室表示 卡梅伦知情并同意他前往委内拉 但是卡梅伦仍然认为马杜罗是独裁者 所以英国的政府和私下的谈判 其实之间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分歧 特别是是不是要承认马杜罗政府 现在整个的情况在结合着欧洲 现在法国和美国之间这种特殊的关系 意大利国防部长批评向乌克兰派遣 意大利国防部长 他说法国和波兰不能代表北约发言 北约一开始就没有正式自愿的旧冲突 向基辅派兵意味着单方面升级 这将抹杀外交之路 我们将继续支持基辅 但我们要考虑以何种不同的方式 帮助重新获得自由领土和安全 通过更多外交渠道 意大利的国防部长吉多克罗塞托 他对法国向乌克兰派兵进行了回应 在海地发生军事政变的同时 在野门方向 伊朗的胡塞武装向美国的军舰 发射37架无人机 大规模空袭 美国使用防空导弹 击弱大量无人机 另外 胡塞武装还发射了反舰导弹 美国方面也进行拦截 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发布了最新的声明 这是现场拦截的画面 这是打击胡塞武装的画面 那么胡塞武装呢 他呢也是发射了反舰导弹啊 这次也打击红海方向 美国的户轮 我呢给大家解释一下 现在发生的一切啊 大看胡塞武装封锁了 红海以后啊 开罗埃及的整个货币崩盘 也就是苏伊士运河 它的整个货运量下降 埃及最重要的外汇收入 已经枯竭 那么胡塞武装的行动 结果导致俄罗斯 俄罗斯的远东铁路 就是俄罗斯的铁路运输 收入增加40% 俄罗斯铁路沿线的货运输量 巨增 就是伊朗通过胡塞武装 把埃及苏伊士运河 特别是红海和地中海之间 苏伊士运河 让它的货运量下降 结果通过俄罗斯铁路运输 货运量增加 那白俄罗斯实际上 也获得了一定的收入 再结合着现在啊 在南美啊 包括海地发生的一切 美国啊 现在和法国之间 围绕法国出兵乌克兰的问题 很有可能 昂尔斯萨克逊准备通过代理人 与俄罗斯进行 代理人战争 那在美国领导下呢 昂尔斯萨克逊呢 实际上正在为武装 入侵乌克兰的北约部队做准备 而美军是不会直接出兵 将会由欧洲的美国代理人参与 那这样俄罗斯就没有啊 报复美国的借口 也就是不会报复性打击美国 而是打击美国这些盟友 美国就可以成为杠杆 用欧洲这些盟友变成杠杆 来进行调整对欧 对俄罗斯整体战略 美国实际上你可以看 美国把大部分的精力 将放到亚洲和中国的对决 那么在美国的后院 包括委内拉 包括海地 美国希望能够缓和这个局势 但是我觉得俄罗斯还是要在南美 加勒比海方向 很有可能也会向美国施压 所以未来加勒比海方向 包括委内拉和顾安娜之间 这个冲突都有可能爆发 这些大国之间都在讨价还价 美国的媒体也进行了分析 说 北约宪章第五条承诺 如果至少一个成员国受到攻击 就会发动总战争 这条是需要修改 尤其是因为美国越来倾向于在亚太地区 和中国的冲突 也就是亚太地区冲突 如果美国是北约国家 如果和中国发生冲突 那么在欧洲和俄罗斯又发生冲突 不管在欧洲还是亚太地区 那这样发生冲突的话 北约所有集团都要和中国和俄罗斯开战 那这样的话就是世界大战 所以英国是希望能够修改这个规则 那不要导致最后形成一种世界大战的格局 那最后俄罗斯和中国结盟以后 很有可能会导致核战争 也就是中俄之间 被动的因为北约的第五 宪章第五条 中国之间被动的结盟 而且形成了军事联盟 美国它也是北约国家 它也遵守第五条 那么如果台海战争美国遭到了解放军的打击 北约军队就会向中国发动攻击 那么俄罗斯在欧洲方向 也会对北约国家发动攻击 那么这样实际上就导致一个世界大战的结局 所以这个第五条对俄罗斯有利 因为现在中国反而支持俄罗斯 就是因为什么 这第五条存在 中国和美国在台海方向的紧张 导致中国不可能和俄罗斯疏远 即使中国国内有像共青团派这些人亲美的 但是因为有了这个第五条 中国共产党党内亲美的势力 也很难说服中共高层放弃和俄罗斯结盟 所以欧洲分析 这个第五条阻碍了拉拢中国 让中俄实际上已经成为军事结盟 这是美国的分析 第三是英国的罗斯查尔德家族 利用法国总统马克龙 马克龙他的职业生涯是在罗斯查尔德家族 在巴黎的银行工作 而且他马克龙能够上位 就是罗斯查尔德家族提供的资金 罗斯查尔德家族利用法国的傀儡总统 保护正在组建北约成员国联盟 该联盟将直接参与 针对俄罗斯的敌对行动 英国其实他不支持马克龙 英国想要对俄罗斯发动战争 但不想直接参与 拜登其实也明确表示 美国不会出兵乌克兰 所以美英是希望找代理人 利用法国利用欧洲一些国家 和俄罗斯在乌克兰进行大规模作战 这是现在昂鲁萨克逊的想法 找代理人 如果欧洲国家向罗马日耳曼人 和俄罗斯人斯拉夫人打起来以后 昂鲁萨克逊他是最大受益者 欧洲大陆不管怎么打 英国美国永远置身失败 让你们互相打 打坏了以后我重新收割你们 我再给你们借款 然后再重新让你们为我打100年的功 这是美国和英国媒体的分析 我谈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现在来看 实际上俄罗斯和整个北约的对抗是结构性的 那么俄罗斯会利用维德拉 利用海地 加勒比地区的冲突 吸引美国的势力 来拖住美国 另外一利用也门 胡塞武装在红海行动 也牵制欧洲 包括影响中国的贸易通道 让俄罗斯更为重要 很多中国的贸易和欧洲的贸易要通过俄罗斯 让俄罗斯不能被边缘化 那么在红海方向会加大对也门 胡塞武装的支持 所以大家看到现在的一切 其实都是大国背后的博弈 那么说到台湾方向 那因为美国他要直接保护台湾 而且美国立法 那会导致中国和美国的战争 最后会导致北约集体和中国开战 包括日本韩国也在加入亚洲和北约 那未来开战的话 中国必然和俄罗斯联合 欧洲方面 欧洲的战略专家认为 要先直解俄罗斯 再直解中国 那么不能让中俄结盟 让自己直解俄罗斯努力会受阻 所以现在来看 美国现在是希望什么呢 希望单方面先对俄罗斯进行制裁 拉拢中国 然后再对中国动手 这个态势非常清楚 我觉得中国其实也是知道的 所以中国现在和俄罗斯这种关系 也要保持和美国的平衡 这就是现在发生的一切 那么最重要的是 法国未来是不是要出兵乌克兰 欧洲和昂鲁萨克逊之间的那种关系 昂鲁萨克逊是希望挑动欧洲之间互相打 欧洲这个战争扩大 昂鲁萨克逊能够继续肢解欧洲 但是现在看法国更多的是希望利用这个冲突呢 它能够形成一个独立的势力 和德国一起用欧盟的军队替代北约 来保证乌克兰的安全 另外法国也会进入乌克兰周边国家地区 包括高加索方向 也会对俄罗斯进行限制 所以可以看法国现在实际上 它的未来的想法会决定整个欧洲的命运 这是现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 整个的一个局势 我觉得中国首先在台湾问题上 我觉得中国要坚持武统 而且要坚持中国在台海 在南海 中国的主权 这样的话实际上就保证了中国向美国一个施压的态势 那么美国它想撤走 利用代理人打乌克兰战争 自己撤出力量以后投入到东亚 投入到中国周边地区和中国竞争 那么中国我觉得要支持什么 支持在南美 包括在中东方向对美国施压 特别是美国 它在中东的盟友巨大利益 它是不可轻易离开中东的 所以中国未来我觉得要在中东的方向 和伊朗 和俄罗斯有更多合作 特别是利用金砖国家组织 也是要拖入美国 那现在看美国整体的策略 特别是如果明年大选 今年大选 川普如果上台的话 美国可能深的有可能退出北约 那法国和德国可能会利用这个机会 完全用欧盟的军队替代北约 正式进入乌克兰 那这样的话整个战争 俄战争就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这是今天的海地政变 以及在欧亚大陆 和中东方向最新的消息 我会持续关注 后期有更多消息 我会第一时间的分享 感谢观看